国防一线 落下去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盼管它的落叶以后的姿态 是斜在哪一边怎么斜的 能够置顶后面的阳气分离 就是怎么把循玉期开下去的 这样的一些策略和一些安排 四号三号落下去的时候 你看这个地形比较平淡 四号可能落下去以后 可能会有一些地形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可能开没有那么顺利 所以是跟中心相关的 比如中心链路上万一有点什么问题 你怎么来应对怎么来处置 然后落下去以后 你要是地形不太好 被边上有很多东西挡住了 那么你怎么来度过 你当前被遮挡的这个时段 因为那车还是底盘 或者什么还是三号的基础 没有做很大的一些感动 保护的设计上 遇到一些故障 或者遇到一些复杂地形 就我该怎么去走 然后行走过程中 遇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 他自我有一些保护的一些能力